打麵糊 调制手工巧克力酱 到底波兰蛋糕 就是这么讲究 然后再放上我们的水果 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新鲜水果 所以我们已经当下才切的 新鲜水果一片一片切 美果也是自己挑选过的品种 特别是这个苹果派的基底 更是不能少了肉桂风味 制作蛋糕时专注的眼神 抹上巧克力酱 上头放了满满的莓果 这位来自波兰的保罗爸爸 用蛋糕开启他的夜市人生 给人们一些东西 我并不喜欢 所以这是第一个 最拿手的蛋糕料理 搬进了台中的汉西夜市 只要跟着长长的排队人龙 就能找到保罗爸爸的摊位 原本给人高价位印象的蛋糕 平价化搬到夜市来 但来自波兰的保罗爸爸 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呢 站在一旁的 就是保罗爸爸台湾籍太太海妈 两人在英国工作认识 一个是厨师 一个是饭店主管 因为有了可爱的小女儿海莉 所以决定回到互乡台湾来 刚开始语言不通 也会不适应 再也因为台湾人的热情 还有环境 让他为爱留在台湾落地生根 看着脸书上一篇篇的留言 还有每次摆摊都会出现的排队人潮 保罗爸爸说他要用最拿手的波兰蛋糕 和台湾人一起分享 现在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